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他们认为放生是可以得到福报的 哎呀 林师兄 你今天怎么买了这么一大条鱼来放生啊 是啊 林师兄 买这么大的一条鱼可要花不少钱啊 不过是放生罢了 你何必要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一条大鱼啊 放生怎么能计较钱的多寡呢 怎么能不计较呢 我们花最少的钱放生更多的生灵 获得更大的福报 那样不是更好吗 我可从来没想这么多 只是看到这条鱼在市场被贩卖 不停地在水桶里挣扎 觉得他非常可怜 所以就买下要来将他放生 林师兄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积福报 可是花费大量金钱的 哈哈 我不多想的了 我只是见他可怜才这样做的 没有考虑到福报不福报的 老弟 你今天放生了多少条鱼啊 大概有三十多条吧 他们不是都说放生的数量越多 福报鸡的便会越多吗 但你也未免买太多鱼来放生了吧 这次放生 你花了不少钱吧 没花多少钱 这些鱼我买的时候都已经奄奄一袭了 要知道这种鱼的价格不贵的 所以我就多买了很多的 但是这种鱼放到河里还能活下去吗 谁 知道呢 总之我是在它们活着的时候放生了 只要放生了就能得到福报不是吗 我这是用最少的钱换最多的福报呢 哈哈 你可算得很精啊 他们这些人只是为了放生而放生 并不是因为真正的慈悲而放生 真是可惜啊 你 你说的没错 他们这样做完全违背了放生的初衷 正如真正学佛的人所说的那样 小镇里的这些人如此放生 完全违背了放生的初衷 他们只是希望得到福报 阿顺 听说你生病了 现在有好点了吗 今天感觉好多了 前一阵子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 你看 我妻子刚给我炖了一些鱼汤 来滋补身体 阿顺 你一边放生着鱼 一边喝着鱼汤 这样似乎不怎么理想哦 并且这样根本得不到福报的 福报 大家都说放生会得到福报 可你们谁真的得到福报了 我老公放生了那么长时间 可是身体却越来越差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福报 是啊 我再也不去放生了 放生的那些鱼还不如吃掉呢 啊 最近参与放生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们跟你想的一样 认为放生根本得不到福报 本来就是这样嘛 你听过谁因为放生得到了福报 阿主 我劝你以后 也不要再买鱼虾放生了 那真是在浪费钱 嗯 随着放生热潮的消退 小镇里参与放生的人越来越少 但林师兄仍一直坚持着放生 林师兄 你怎么还在坚持放生啊 是啊 林师兄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放生的人越来越少了呢 大家都已经不相信放生能够得到福报了 对啊 林师兄 放生是得不到福报的 你以后也不要再白白浪费钱了 我放生可不是想要什么福报 我只是感觉这些鱼虾实在太可怜了 所以就想花钱买下来将它们放生而已 那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啊 你不会真的只感觉它们可怜就买下它们放生吧 的确是这样的 我认为它们的性命可比金钱宝贵多了 我用自己的钱来换它们的性命 这是非常值得的 哦 哎呀 好大的一只乌龟啊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乌龟 我捕鱼捕了那么多年 脸盆这么大的乌龟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这只乌龟要是卖到餐厅 一定能赚好多钱 脸盆一样大的乌龟 我们快去看看吧 哎呀 好漂亮的乌龟啊 这么大的乌龟可都是有灵性的 应该放生才对 阿主 你不是早就不相信什么放生得福报了吗 放生 我好不容易才捕到这么一只大龟 怎么能白白放掉呢 是啊 这只龟少说也值好几千块 要是白白放生掉 那岂不是损失了一大笔钱吗 哎呀 你们看 这只乌龟竟然流眼泪了 它还真的在哭呢 太神奇了 这只乌龟不会真的有灵性吧 你们说什么也没用 我是不会放掉它的 这只龟你不是准备卖掉吗 既然要卖掉 那不如卖给我吧 你说你要买这只龟 是啊 你开个价吧 这只龟你买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想买下它来放生 啊 林师兄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要买下这只大龟可得花不少钱呢 是啊 林师兄 你如果还想坚持放生的话 那就买一些鱼虾放掉就好了 何必要花那么多钱买这只乌龟放生啊 没关系的 我还是希望买下它来放生 看它这么可怜 我看了就于心不忍的 林师兄 放生是得不到福报的 你不要再这样白白花钱了 我说过 我放生并不是想要什么福报 我只是认为它们的性命可比金钱宝贵多了 所以我要用自己的钱来换它们的性命 这是非常值得的 林师兄花了一大笔钱 将这只大乌龟买了下来 然后带着它到深水区域的岸边进行放生 大乌龟 回家去吧 以后小心点 可千万不要再被人抓住了 林师兄 你还真的准备要将它放掉啊 当然了 过去 人们常说放生的动物都有灵性的 它们在离去的时候会不舍且回头看看我们 可是你看这只大乌龟 竟然头也不回的自己就跑掉了 哪里会有什么不舍 什么感恩 它只是个普通的动物罢了 虽然这只龟没有回头 但并不代表它没有灵性啊 世上万物都是有灵性之感恩的 没错 所以说多做一些行善放生的事情 便会得到福报 我可不再相信什么福报了 过去我放生了许多的动物 可是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福报 只要是真心行善放生 福报终究会降临到身上的 林师兄 我想您是一直坚信这一点吧 我要做的只是想拯救他的性命 其他的事情并没有多想的 哦 林师兄真是不简单的 转眼间多年过去了 林师兄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福报 但他仍是一直坚持着放生 没有停止 啊 好累了 要去休息了 明天还得早点起来去河边放生呢 嗯 你早早去休息吧 保存点体力 明天才有力气放生的 咦 这是哪里啊 哎呀 好大的一只乌龟啊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这么大的乌龟 上一次看到那可是在好多年前 当时我买下它放生可是花了不少钱呢 恩人 当时你放生的那只大龟就是我啊 哈哈 原来是你啊 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我又见到你了 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再被人抓了呢 恩人 你赶快去你父母家 他们需要你的帮忙 啊 你说什么啊 赶快去救你的父母 快去 啊 好奇怪的梦啊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梦啊 怎么回事 都没有接听电话 难道他们真的遇到了麻烦 不行 我得快过去看看 老公 你这是要做什么 刚才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几年前我放生的那只大龟 他竟然对我说我的父母需要帮助 让我赶快去救他们 林师兄的住所距离他父母家并不远 开车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 怎么搞的 爸妈不会真的出什么意外了吧 哎呀 怎么搞的 好重的瓦斯味道啊 爸 妈 你们快醒醒啊 不好 我爸妈这是瓦斯中毒了 儿子 如果不是你回了家 我和你妈昨晚可就危险了 是啊 儿子 昨天你怎么突然那么晚还跑回来呢 是我曾经放生过的灵规托梦给我 我才知道半夜跑回来看看你们的 看来佛经上说的没错 只要真心行善放生 必定是会得到福报的 乌龟 谢谢你救了我父母的性命 之后我一定会更加坚持放生 救度更多生灵 并且持续行善下去的 阿吉和阿祥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他俩出生的时间只差几分钟 而且长得也非常相似 简直是一模一样 十岁的阿吉和阿祥坐在沙发上看着书 这时候母亲和他朋友打开门走了进来 妈妈 妈妈你回来了 妈妈 我们等你等了好久呢 今天张阿姨来我们家做客 你们快和张阿姨打个招呼啊 阿姨好 阿姨好 你们好 阿吉阿祥 你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在看书呢 是啊 我们正在看书呢 你们真乖 都那么认真看书的 好了 你们俩继续看书吧 我要和阿姨聊一会儿 嗯 阿吉阿祥这两个孩子可真听话懂事啊 你看 他们这么小就爱看书 以后成绩肯定会很好的 希望如此吧 阿吉 抬起头来看书 不然这样你很容易近视的 好的 妈妈 我会注意的 阿吉和阿祥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外人都分不出他俩谁是谁来 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区分他俩的 他俩不一样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你瞧 哥哥阿吉耳边有颗质 弟弟的手腕上有块小胎记 还有他们的脾气性格也不一样 哥哥喜欢吃肉 而弟弟喜欢吃素 哥哥的性格也像食肉动物一样 容易暴躁 弟弟呢 则像食草动物一样温顺 是吗 真没想到他们出生时间只差那么几分钟 性格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 阿吉和阿祥兄弟俩一起上学 一起读书 而且成绩也都非常的好 妈妈 妈妈 我今天又考了班上第一名 我的阿吉可真棒啊 妈妈 我也考了第一名 阿吉 阿祥 你们都好棒的 阿祥